MING PAO TORM LAMING PAO TORM 這裏有很多不同歌手的第一首大碟 然後我記得這個設計時有點難處理 所以很不忍心進行撕開的動作 因為撕開就會失去 一聽了就回不了頭 確實我聽完軒仔之後也是回不了頭的 沒錯這個是軒仔來的 他自己還認不認得呢 當時的樣子真的很好清潔 裡面的相片更清潔 不過我現在看回我自己的舊貼 也是有這個感覺 這一隻我自己珍藏 17 一隻這樣的貼最薄 你覺得包裝連cover都未必看到的樣子 但是他就很專注在他裡面的音樂 這個我自己的朋友 但是這個版本 我想他自己也沒有保持 我要很小心地揭 因為這一張紙 是一個特別版的紙 裡面這個cover 可能大家都會見過 這一張紙就可能是加多了幾百分 應該是他的第一張唱片 負擔不起 好了不少 就是有拍號 你要知道一個歌手 能夠做到 一張新曲加精選 其實是一件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首先你要有一些很當紅的歌曲 在你過去的幾張唱片上 可以拆起來 變成一支新曲加精選 你要想一下你要做多少首歌 才可以有一個精選出現 Juno的Proto 這一支就是我當時 我和一班 比較當年 不知是怎樣 應該不是叫 文青的 但當年如果有 藝術感覺濃一點的朋友 就會覺得這支碟是一支 Hidden Jam 是一支珍藏 這一對呢 講我的青春 留小了的青春 這個年代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 碟包裝的造型 開始變成像玩具 開始變成有很多 souvenir 其中 TWINS的第一支碟 最特別的是 它裡面的這個產品 還保留在這裡 你現在試試塗上 應該會很難的 講得packing 一定不能夠不講這一支 Cookies 我記得那時候 森美大哥在班長店裡說 這支是 史上最大隻的一支唱片 接著就是這支碟 這支是電影男孩 SHINE 電影男孩 其實我覺得是 開始有這些 概念大碟的出現 其中一個契機 我自己也有去做一些概念碟 譬如之前長大 這支 我當時的朋友 AZITA 離開了我們之後 出的一個 盒輯 我還記得當時 我去出的時候 就馬上賣了 可惜的是 這支碟 沒有機會再找它簽名了 但是我都會 好好保存這支 還有這一支 Hits or Misses 我當時真的 帥哥也是一個 在中學的階段 其實很多人都會 去模仿他的潮流去買衣服 Last but not least 這兩支我自己珍重 梅姐 這支梅姐的 WIFT 這支大碟 全部都是跟別人合作的 有張國榮 王耀明 王菲 張學友 林憶蓮 劉德華 凱里 譚校長 鄭秀文 蘇永康 和許志愛 而這支唱片 為什麼我會在最後說 因為這支唱片的cover 梅姐當然是這個新型 可以吃雪糕 但你又怎會猜到 許廷鏗新的那支唱片 都是吃雪糕來做cover 二曲同工 但我也希望有一天 可以收回一點 這支梅姐的 I'm so happy 現在看完這麼多唱片 當然要看我自己的唱片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我們唱片的製作過程 今天我來到這裡 是一個印刷廠 今天我來看我的寶寶出生 我這支十周年第十隻大碟 十 的誕生過程 這裡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東西看了 這裡就是成品了 其實我很喜歡這張 我也喜歡這個 唉 好彩虹 我怕被塞進去會掉色 這個樣子都不是我 是誰 這是日本男星 我按了按鍵 永遠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呢 我的樣子是會有一點點 但對比我上次那個 這個是無瑕的 沒有一點點版 印刷是用了一個網面 是跟我的膚色完全吻合得很高 其實我不太聽得懂 我當我自己明白 我這樣拍出來 我很自戀 我感覺很自戀 不是 我不是第一天的自己 這就是個十字 大家可以回去好像拆禮物 首先幫他摸開帶 就像拆禮物一樣 然後就 最特別的地方 是可以有不同的摺法 令到他變成是 第二個cover 例如你喜歡這個 那你就把這個擺臉 這樣摺 是不是 印刷完成 這個就是我的最新大碟10 那你問我廣東都已死 我當然是還未 還在努力 繼續加油